2021年全新天机5G期限芯片 天机1200 台湾IC设计龙头联发科近年来积极布局5G市场 手机芯片获得各大厂青睐 根据研调机构最新报告指出 联发科第二季手机芯片市占率高达38% 远远高过于第二名32%的高通 在上半年成功缴出亮眼成绩单 也是连续四个季度超过高通 从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其他消息产品或电视 那甚至其他各式各样的这个芯片来讲 那我们现在的布局也算是蛮多元的 所以我想对近明年的公司 我们的整理看法还是相当正面的 股东会上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对未来展望相当乐观 从近期股价也可以发现 即便台积电宣告涨价 原本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联发科 股价不跌反涨 周一股价涨了16点收在912元 不过下半年还是有隐忧 高通下半年替安卓旗舰机推出升级版晶片来势汹汹 疫情需求大增连带也拉高了基期 下半年的成长幅度将会相对平换 三立新闻于城湖旅裴军台北采访报导 本集完之后 决定备回到小时 除了合并不过下半年替安卓旅裴军台